13. 《文匯報》 張德江委員長挺港全力發展經濟 2015年7月15日《文匯論壇》A.16 王赤華7月13日 全國人大張德江委員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行政長官兩真英 充分肯定他個人、特區政府和政改三人組的工作 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方向應全力發展經濟和關注民生 並要同國家的發展戰略對峙 張委員長的話是對香港近二十個月亂空空政治爭拗的撥亂反正 由時對香港走個彎道歧路教訓的總結 為香港今後的發展指明了正確的航向 社會各界和市民紛紛表示擁護和支持 以經濟為本重回發展政道香港本來就是一座經濟和商業城市 從1841年只有7450人發展至今天710萬人大都會的 意、食、住、行靠什麽? 靠發展經濟 從適年減留的人力拉車、風力繁長的運輸港口 發展至今天的壓太航空樑紐、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靠什麽? 仍是靠發展經濟、香港走過的百年發展經濟史 是香港開埠至今的好傳統、好經驗 也是世界城市走向泛榮安定、發展壯大的共同必有之勞 若把政治鬥爭和急速發展民主當作先互 就必然亂象屏形、經濟凋蔽、逐群私利、民不聊生 故香港今日必須撥亂反正、從回以發展經濟的正軌才有出路 眾所周知,經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 於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命脈、經濟凋蔽、則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則動亂風起、國家也就崩潰了 經濟又是政治和思想意識形態等上曾建築賴以建立的基礎 有什麽經濟體制,就有什麽政治和思想意識 香港是資本主義經濟,決定了香港人以營商賺錢的思想意識 當然,意識形態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的生存和發展 香港反對派掀起的民主與普選政治爭拗和佔中動亂的意識形態之爭 因脫離了香港以營商賺錢的經濟特質 就消極地阻礙了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和民生的改善 佔中和舊會以及區王的政治行為是中環、旺角、上水、屯門等營商食本、店舖失租 零售衰敗,失業增加,香港經濟徘徊不前就可以證明 發揮制度優勢為民謀福祉至於改善民生 梁特首在他發表的任內第三份《施政會報》中 就將房屋問題列為困擾香港的大問題 表明會在他月下的兩年任期全力專注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 房屋是焦點所在 與為安居熬業,市民不能安居 哪來熬業,不能熬業 又何內泛榮安定 近年政府雖努力滅地建屋 但2005年後香港長期落成兩低企的情 G仍未能扭轉 新增供應只夠填補之前的供應斷層 未能滿足社會的龐大住屋需求 一項數字顯示,本港嬰兒出生率近年上升 2011年更有如9.5萬名嬰兒出生 然而結婚和出生率處高位 也次結婚之家庭住屋需求 又吸作為移民為本的政府帶來壓力 近幾年數據又顯示,市民收入有所增加 卻仍然無法追上樓價的升幅 一份政府文件表明,市民置業負擔比率 竟有2012年的50%上升至2014年的58% 未上車市民只能望樓輕嘆 中聯辦將曉明主任在出席香港同胞慶祝 66週年國慶籌委會上發表了講話 他說 其一,香港錯失了2017年民主普選行政長官 反對派議員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為了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貿易、 行運重心地位和國際競爭力及香港人 下一代的福祉、後政改時期的主要任務 應是各下政爭、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 特別是規劃香港持續發展戰略、解決住房和青年人創業難等問題 這與張德江委員長以及中央一再要香港集中全力發展經濟 設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戰爭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 32字方針完全一致、市金玉良言和正確方針、 看書、禮惡致虐、看興、撥亂反正、香港亂局必須自理、 回到集中全力發展經濟、設實有效改善民生正確軌道上來 何況國家已為香港提供了參與一帶一路、丫頭行、 廣東自貿區、滬港通、深港通等機會 只要和國家發展戰略對職、經濟、金融必能受益 因此,張德江的講話、使大家都醒神鼓舞起來 真是十分及時了、垂直線 編無人全球